本周二 备受关注的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选落下战目 性丑闻缠身的共和党候选人罗伊莫尔说给了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 共和党在本党的铁票仓丢掉了参议院至关重要的一席 这被有些人称为是一场政治地震 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版图 也有人认为这场选举是一面棱镜 折射出如今美国政治的多重内涵 今天在演播室我们就邀请两位嘉宾深入探讨这场选举背后的意义 两位嘉宾一位是共和党亚裔委员会执行主任李中刚先生 另一位是美国华人联合会会长薛海培先生 欢迎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美国观察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场阿拉巴马州的联邦参议员的补选是受到了美国举国上下的高度关注 海培先为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这场选战如此重要 我觉得因为现在可以说美国的参议院已经到了一个寸途逼争的阶段了 就是只差两票 所以说两党一定会在参议院重新取得想保持或者推翻现有的格局 所以这一票对打破这个格局是非常重要的一票 那么打破这个格局 我觉得这个所谓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制衡美国权力的三权分立的这个意义就会重新彰显出来 因为现在的华盛第一 所以说实话三权都在共和党手里 那么我觉得意义上展开点讲话就是第一是对共和党来说的话 这个有可能这一次竞选使得共和党的建制派和这个民粹保守派之间 可能埋下了一个比以往更为这个惨烈的一个大家都觉得要好好吸取教训这么一个分裂 造成一个分裂 第二个可能从对这个民主党的角度讲 是对他们在2018明年的中级选举和2020年的大选都会大大的鼓舞他们的士气 那最后来讲最大的输家应该是白宫的这个川普先生 他这个可以说是丢了富人又折兵 所以说大概是什么 是不是输家一会我们再论 阿拉巴马州应该说是红州当中的红州了 是共和党的铁票舱 从1992年开始就没有再出国任何一个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了 那么这次罗伊姆尔这个作为一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输给了一个民主党的候选人 钟刚刚我不知道共和党内部有没有什么反思 为什么会败选 首先我我觉得这个用川普总统的话说就win is win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但是要这个也不要过分解读 但是大家也要很慎重地看待这次选战 我首先先表达一下和海培先生刚才这个说法上不同意见 他觉得从这个开始可能民粹派和建制派之间 可能会有更多的分裂 实际上我的不同意见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 很可能是民粹派和建制派再次联合鼓动大家的这么一个契机 但注意共和党并不是说只有民粹派和建制派 这两个应该都还是少数 是 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一点之前需要先跟观众解释一下 为什么这次选战会被有些人解读称是民粹派和建制派之间的一个分裂 就是说你认为罗伊摩尔的败选是共和党内部的这个分裂造成的吗 我觉得首先罗伊摩尔他之所以说他自己个人的因素非常的多 如果大家要去查一个还能看到 其实他一直在阿拉巴马就试过很多次 他的个人的性格他这个既比较极端的这个一些观点 其实跟我在理念观点上还比较接近 但是呢这个对于整个的这个政治平谱来说还是比较极右 那么和他的这个就是很candid 就是特别直率的这个作风 那么呢像他这个这次是这个对他个人来说 是造成这个选战失利的从小局来说的重大原因 但是从大局来看如果往前走一步 罗伊真的是一个错误的候选人 曾经一句你说是你跟谁的理念比较一致 他跟摩尔 对对对应该在摩尔 我怕我听错了 可能跟你过去的一些理解不是太一样 对对 但是这点就是很容易造成大家误解的一个地方 我就通过解释这句话就告诉大家为什么容易理解 所以中刚认为这次败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罗伊摩尔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候选人 那么海培你认为罗伊摩尔的败选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好一文这次摩尔如果是没有自己的性凑魂事件的话 那肯定是应该说他当选是没问题 但是我想这次竞选如果是就算没有这次性丑闻事件 从现在这个因为这两天做这个舆论调查已经做烂了 已经做了上百个舆论调查 那所有的舆论调查都有一条是很清楚的 这个一年前这个川普把这个州拿下来是领先希拉里的28个百分点 现在竞选这个投票前几天的最后的这个舆论调查是 这个川普在本州的领先率是零 甚至是有几个都是在负数 所以这个舆论已经有很大的转变 所以说这件事情毫无疑问 他这个本人的因素是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我说的话就就算是没有这件性丑闻 这次的竞选的结果也会是相当跌破眼镜 说到这个性丑闻的问题 我倒想到就是前一段时间也是我们三个的一个对话 那么中刚当时说了一句话就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那么他就说现在对于很多共和党的这个保守派的选民来说 之前在一个自由派的总统的领导下 美国是大步向左走了八年 所以这些保守派的选民就认为现在再往前走一步 就是万丈深渊了 已经到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关头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对这个政客的这些审视的目光 就会集中在一些核心的议题上 尤其是这个理念价值观的问题上 就是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足够的保守 能不能够把美国拉回到这个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 或者说保守派的道路上来 那么对于其他的问题可能就不看了 比如说政客的私德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是跟中刚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罗伊摩尔当时有这么多的这个性丑闻的指控 但是依然很多人认为他是有可能会赢的 但是事实证明选民还是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所以中刚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 你是不是还坚持之前的那个观点 就是说在美国如今的这个政治文化 或者说政治气候之下 政客的私德没有那么重要了 说的我加一句就是 为什么原来那个建制派的候选人那么糟糕 你喜欢摩尔 对 我这个可以给你解释一下 因为跟我们过去可能的讨论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这样 对于这个对于私德来看 对现今的政治气候来说 选总统大家可能看的会少一点 因为选总统是关于整个国家的去向 特别是现在这个整个国家的风气 是往不利的一个方向在行进 那么对大家来说 可能会抛开一些私德上的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参院的选举 更何况在阿拉巴马的州 是属于这种对个人私德 非常对于个人的叫做这种道德观 和这个标准很高的这么一个地方 那么像Roy这样在参院的这个职位取称 那么这个私德就变得不那么可以忽视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 我想回到想给大家澄清一下 如果要是从 如果我仔细我看看那个Roy的观点来说 我认为他和其他很多民粹主义的人 还并不完全一样 你比如说对班农来说 他比较侧重的民粹主义 可能对于一些道德方面的 这个Church对于这些方面 可能看中的少一点 但是对于这个移民 对伊斯兰教的这个看法 各个方面可能会看得多一点 我觉得摩尔这个人 是既有那种很极右翼的 非常极为保守的观点 又有那个民粹主义的观点 但是他是先保守在民粹 还是先民粹在保守呢 这点有点很难讲 但是我刚才我解释 跟我自己观点比较一样的地方 是在保守这块 比如说容许宗教在人民的生活当中 在学校各个方面 能够起更大的作用 比如说对于这个 在国家安全方面 是不是不要去走政治正确 等等这些的传统保守方面 我觉得和摩尔的观点 就更加的一致 我想插一句 你刚才讲了 就是说由于这个参议院的竞选 而且这个这么重要一个位置 所以说在这次竞选上 这个私德对你来说 不是那么重要 那我这个我不评论这件事 是你自己看法 那我现在想说 开个玩笑讲 如果是说东西海岸的 南州的民主党 这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 认为私德不重要 也就罢了 但是是这个irony 这个可笑的地方在于 在阿拉巴马 这个美国最为有 这个原教旨主义 最严重的一个区 充满了这个福音教派的一些 福音教派如果打开圣经 如果你去教堂 一个人的私德 是在一个整个宗教的 一个核心位置上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居然我们的福音教派们 可以认为这件事 不算一件事 这个非常严重的 事实证明这些 事实证明福音教派 还是认为这个私德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我也看到了一些分析 就是说如果不是由于 美国现在正处在 这个叫Me Too Movement 就是反性骚扰的 这个运动之下的话 那么对于罗伊摩尔的 这些指控 可能不会让他付出 这么大的代价 那么海培 你如何看待 现在在美国进行的 这样的一场反性侵 或者说反性骚扰的 这一场运动 它是不是正在改变着 美国的政治文化 这件事毫无疑问 在美国来讲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社会运动 从60年代自由开放 宗教到现在的 对美国社会 比如说对同性恋的 这些宽容 这些事从来几乎没有听到过 说有一个社会运动 是关于性骚扰这个事 大家也没把它太当回事 当然美国的标准 已经比其他地方很高了 那么如果我觉得 这个确实是时候了 就是说这个国家 也应该把性骚扰的这件事 因为太重要了 影响了每个人 但是在这个的过程中 我个人昨天晚上 我们一个微信群里 还在讨论这个事 我也觉得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 美国公共台的 叫Garrison Killer 他有个美国大草原 脱口秀 他大概稍微有一两个动作 稍微过了点火 而且他的对方 完全原谅他 在所有这种情况下 结果还是公共台 把他给取消他的所有节目 我们也有点觉得 这个有点过火的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注意的 凡事都不能走过头 但是显然他对于 美国的政治文化的 这种影响是巨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再说回到 刚才其实中刚 已经很急于要表达的一个 就是说这次罗伊摩尔的 这场选战反映出来 共和党内部所谓建制派 跟草根派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分裂 那么你再具体地 为我们解析一下 为什么这种分裂会造成 共和党最后选了半天 出来的一个 大家都不太满意 包括总统本人都不太满意的 这样的一个候选人 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个我不妨就是 举这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实际上对于这个 叫做populist 就是民粹主义者来说 首先我想澄清一下 并不是说我刚才提到 并不是说这个整个的右派 就是建制派对民粹主义派 其他还有很多派别 特别其实大多数人 未必一定就是建制派 或者民粹主义派 那么我通过一件事情 我就可以分析到 你比如说民粹主义派 实际上对这个 辛斯奥尔这个事情 并不是太关心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那个时候 川普总统 但我先说一下 川普总统和Roy的这件 辛斯奥尔这个案例的 性质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在车里面开玩笑 说怎么抓一抓这个 抓一那个 但另外一个是说到 跟孩子小孩 就是未成年 未成年女儿子有关 这本身性质有些不一样 但是更多的是这样 就是说 比如说在川普总统 上次这个tape 就是那个Billy Bush 那个录像曝光之后 那个几乎是各个的 所谓的建制派 就是大多数派别的共和党 都大惊失色 认为完了 OK 不管是从Pribus 还是特别Chris Christie 甚至彭斯 都觉得甚至觉得 这个可能是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政治灾难 可能输得最惨的一次 只有这个民粹派 这个班农跟川普总统说 说不要紧 我肯定我们照样赢 这次是民粹派对了 而且这次也是 通过这样一个的观点不同 应该说是民粹派 在共和党内从某种意义上 站到了越来越有意义的位置 因为他们对了 那么这一次在阿拉巴马 正好是一个反例 我可以想象出来 班农肯定也是跟这个 Roy Moore说 没关系 我当年就是这样 你这个新沙尔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共和党 弥漫了一种 十分的轻敌情绪 你想想 在这个阿拉巴马之后 当年川普赢了28%的选票 都赢了28%的选票 结果Roy Moore还跟他夫人 骑这个马 那样的音乐去参加 所以这次仅仅是因为 班农轻敌了吗 不是 就是这个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特别像阿拉巴马州这样 我真的要 对阿拉巴马州的人民 表示一种尊敬 就是他们还是真的把这种 就是其实刚才海培你说错了 就是他们是把这些私德 是看得非常重的 实际上大敌当前 应该如果要是我的话 我是会投Roy Moore 虽然我不是说公开的 我说要去支持他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阿拉巴马的人民 特别是保守派 用他的选票 表示了他对个人私德的重视 这是值得尊重的 但是通过这一点 这个民粹派应该意识到 就是川普总统这次大胜 他是一个特例 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包括甚至我们有希拉里 这种神助攻 很多人之所以选了川普 也是特别的害怕 希拉里把这个国家 进一步带到一种 精英主义和这个 左倾的进步主义的深渊里 那么这个不能够成为一种规律 所以特别是在2018年 我们得很慎重 我们必须要选出 能够胜选概率最大的候选人 而不是母一派的候选人 我今天看到一篇文章 挺好有意思 就是说只有川普 可以以川普的方式赢得总统 海培我想请你分析一下 就是说目前 目前这个在共和党内部 出现的所谓建制派 跟这个草根派之间的分裂 川普在这个斗争当中 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 或者说他应该扮演 一个怎样的角色 才会使得共和党 不至于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 输掉这个对国会的控制权 我觉得这个事是 这件事是未来这三年里 这个川普总统是否赢得 未来连任的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处理好 他本党的所谓建制派也好 或者保守极端派也好 这件事 我个人觉得这件事是 对共和党也是个 未来走向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考验 甚至有没有可能出现 美国出现共和党分裂 出现第三党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话 也可能跟这个矛盾的冲突 这个处理的有很大关系 所以说这件事情 我个人没有什么特别的 明确无疑的什么看法 或者有什么 但是我觉得说 美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 确实取决于一大帮 尤其是在中间的选民 他们既不是共和党的建制派也好 也不是民主党的左派 那么这部分选民 历来就缺乏组织 缺乏声音 我觉得如果这部分选民 能够更好地组织起来 声音更强量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国家 还是很有希望 是 你说到这部分选民 也让我想到 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后的 这个调查也发现 在阿拉巴马州 这次这个罗伊玛 之所以会输掉 还透露出来 两个很重要的迹象 一个就是生活在城市 和近郊的这些 所谓受过高等教育 高等收入的这些人群 本来他们没有明确的 两党的这样的立场 但是现在越来越倾向于民主党 另外就是说民主党 基本的票仓 就是说这些非洲裔的 投票的支持率 还是明显上升 他们的这个投票率 大幅增加 所以海培你觉得 为什么会出现 这两种迹象 这个毫无疑问 这是因为 也是因为川普总统 使得这个美国 现在严重两极化 那么今天的美国社会 几乎中间派 是越来越少了 我还记得我们过去 搞竞选的 总是引用一个 经常引用一个数 说这个三分天下 共和党一分 民主党一分 这个中间派一分 现在我想 这个三分天下 这个说法 可能已经完全不靠谱了 那么大家现在 要不然是 非常这个死忠川普 要不然就是 痛恨他到的极致 我想只有这两种情绪 在主导今天 那么你刚刚说到 那个情况 现在阿拉巴马 这个事好像 我们看了统计上讲 是还是这个 基层选民的票 这个使得 这个穷斯 能够赢得这场选举 因为那个阿拉巴马 那个事业没有太多 比如这个 教育良好 大学教育文凭以上的 这么像 我们这个 这个 Virginia和马里兰 这个都有大量的这样的人 可以足以主导这个选举 但好像 阿拉巴马 米西西比 这些南部之后 还没有出现 这样的人口变化 是 就是我们刚刚说到 这两个迹象 不是单一的个例 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在这个之前的 新泽西州 还有弗吉尼亚州的 这个州长选举当中 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所以中高 你怎么看待这个 表现出来的这个迹象 另外共和党方面会认为 这样的迹象 会如何影响到 2018年的中期选举呢 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吗 对 当然这次是一次 拜得很出乎意料的 一次拜计 在阿拉巴马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呢 也很可能成为一件好事 因为如果要是 这样的情况 出现在2018 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这种 出乎意料的这种溃败 所以通过这一次呢 希望各派能够坐下来 看到自己不足的地方 看到像摩尔这样的候选人 是不是将来还能够 继续推这样的候选人 比如说这个摩尔 就直接了当说 这个同性恋是应该非法 所以你是认为 不应该再推这样的候选人了是吗 对 因为这样我就要分析一下 民粹主义呢 可能要调整他们的一些做法 比如这个 为什么我说 它是一个民粹主义的典型呢 因为你比如说 因为大多数人 他不是同性恋 对吧 所以民粹主义呢 就是出于大多数人的一个好恶 如果你好恶呢 当然这个觉得 去采取同性恋可以 但是呢 它未必是符合 这个政治的基本规律 虽然我同意一些 这个Roy自己的观点 所以现在共和党需要总结 就是我们必须推出来一些候选人 确实能代表大多数人 而不是只能代表我们的自己经常天天的朋友 和同意我们自己观点的人 这样才能够更综合的代表大家 我相信民粹派也意识到这个教训 而建制派 这里当然我不想再各打五十大板 他们也应该意识到 刚才提到这个 你提到这个精英主义 就前1%往民主党走的倾向 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些过分解读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 可能是在最高的那12%的人 就是真正的那些精英 他们有民主党化的倾向 这个我们就先不在这分析 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的 就是所谓的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中产阶级 或者说亚裔的中产阶级 或者说黑人的中产阶级 怎么能够把这些人的 这些人现在没有鼓动出来 就是特别显示出 在最近的选战当中有些犹豫 怎么能够把这些人发挥出来 共和党更能团结 跨足一的中产阶级 这个是关键 我相信这些中产阶级 没有往左偏的倾向 没错 这是共和党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来分析一下 现在参议院变成51对49了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 对于川普总统接下来的施政纲领 或者说他的执政的议程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意味着 我可以稍微不加夸张地讲 从今天开始 就是从明年一月份开始 应该说川普总统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任何还有很强的企图心 想推动新的立法方案 都没有再有任何可能性了 我觉得这个减脆法是川普的最后一次 这个大规模的通过的一个法律 从此他的政治生涯可能基本上结束 从立法角度来讲 中刚认为 我认为2018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年 如果民主党真的拿到了两院的多数 那么首先向他们必报深仇大恨去弹劾总统 那么现在美国的 不你认为民主党有可能在2018年拿下两院多数吗 我觉得首先我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 如果他们拿下的话 这个现代的很好的势头可能会逆转 但是我认为他们如果要是共和党 不能够形成内部的团结 这个情况会不可避免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那么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 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一